9月2日报道 与日本日经亚洲评论杂志网站 8月22日报道称 日本防卫省计划把距离建设的重点 放在加强自卫队的电子处战能力上 他寄望于在现代战争的一个关键领域赶上其他大国 报道称 电子战将成为防卫省计划为下一年 提出的5.3万亿日元和480亿美元预算申请的基石 统合幕僚监部和防卫装备计划局内部将设立专门的机构 已改进国防部在这一领域的政策起草工作 尽管航空自卫队正在引进的美国之间端战机 F-35A引申战斗机 具备一定的电子战能力 但其主力战机 F-15G不具备躲避对手雷达的引申能力 防卫省计划从下一三年开始对F-15G进行改装 以减少他们对雷达信号的反射 并使其能够干扰雷达和防御电子攻击 防卫省还将促进自卫队内部 对有关其他国家电子战方法的情报进行共享和分析 这些信息将上传于日本航空防御地面环境系统网络 该网络是一个自动预警和防空控制系统 以帮助部队做出更有效的反应 报道认为 此只是为了应对世界其他地方 更尖端的雷达电子攻击系统的发展 电子通信是现代战场的核心 它是战斗机和军舰 得以共享敌方阵地的信息 扰乱敌方网络和保护友方网络变得越来越重要 日本在这一领域落后于其他先进国家 美国拥有波音A18G咆哮指舰载 电子架飞机等装备 这款空中电子攻击平台 可以干扰敌方雷达和通信 部署咆哮者同样是日本政府正在考虑的选项之一 编译风雪 资料图片 日本军尼制作的F15件隐身改进版模型 图片来源于网络 延伸阅读 日本控制F15即将美军基地 年初也曾曝出相同问题 5月24日报道 共同是5月23日报道成 23日上午8点40分左右 正在飞行训练的日本航空自卫队 那把基地一架F15战斗机 因流氧系统出现问题 在美军家首纳基地紧急着陆 距空自称 机上有一人 并未受伤 目前正在调查原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